第四个问题这个很重要 我不太相信自己有自信 也体会不到自信 大清师父开始 这个都愣一惊 愣一惊上有 好像波斯内王在释迦牟尼佛面前 也没有觉得有自信 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开导他 让他自己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真有 自信什么 自是自然的 不是学来的 就是你自己本有的 不是学来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什么东西呢 也能见耳能听 鼻能秀 学能长 身能粗 义能知 你说你有没有 那你以后就行了 以后你就证明了 就机会到了 这就是自信 这个理由是什么 不加妄想分别执着 就叫自信 家乡妄想分别执着呢 还是自信 那个自信里头 出了问题了 那就变成反复了 出了问题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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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